当年有这么一部电影 录像在上架后的神神一年 付诸率排到了全美第一 就跟我们现在刷大片一样 很多人都是三四五次那么足 那到底是什么电影 能够让他们如此疯狂呢 今天艾伦的全样首发 带来1995年美国二级全影精从片 肉色卧底 其实指引名字应该叫激情卧底 神奇的汉字语境 把激情替换成肉色 很容易就联想到肉丝了是吧 不过也很符合本片的格调 从小被喇叭和两哥哥 呵护长大的女孩侯丽 今天终于自由了 没有了他们的看管 他也能和同事马德 自在地眉来眼去了 对了 和他喇叭一样 他也成为了一名警察 可每天出了一些小偷小摸的 让他很快就觉得没什么意思 这一天机会来了 昨晚在城市的另一头 一个女孩被喊 导演也是给出了线索 女孩是一个高级硬招妹子 她硬要来到了一间房子 看样子不是第一次的合作了 在那柔情缠绵中 男人突然掏出了家伙 威胁女孩交出照片 女孩倒是丝毫没觉得害怕 反过来敲男人 让他快点准备好马尼 但他还是低估了对方的疯狂 不知 就此归西 意外的是 警局老大一查女孩的身份 就说那是威夫人的场子 专门合作的一些达官显贵 插一嘴啊 本篇有三个版本 96 98和101分钟的 未剪辑的二级版是哪一个 不用我提醒了吧 没错 白天是同事 网上猴里和马德 就是甜蜜的一小队 因为威夫人的场子 有大人物罩着 没法进到里面调查 老大决定采用图办法 他好力打入敌人内部 马德当然不同意了 可老大保证了 会派相手的客人进去 假装舔走女孩 要去的话 得有个工作的样子 有了老大经费的知识 女孩大包小包扛回了家 好家伙 这还是警察嘛 女孩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果然人靠一双哑 对于第一次的卧底行动 他隐隐地有了一丝小期待 换人一型的女孩 出现在老大面前 他立马傻掉 除了外表 身份也得帮她弄个新的 就是曾经和被害女孩小倩 一起通过办法的室友 通过一个线人 女孩顺利地进了房子 眼前沾了眼瞳的女人 就是神秘的魏夫人了 听说了女孩的来意 夫人很谨慎 让她脱了衣服 看看能不能符合 这个场子的档次 小Kiss 扮演女主的雅典娜梅赛 可是90年代 好莱坞的性格才女 果然 夫人看了很满意 那纯天然 不错作的清秀感 会让那些大人物疯掉的 她通过了面试 不过还要接受考核 才能上岗 首先 把她介绍给了同事们 是曾黄岚青子律 一大堆 这个叫小雨的女孩 是被害女孩小倩最好的朋友 去了她身前的房间 小雨有点伤感 小倩是个很拼的女孩 为了能够出人头地 她全身充满了激情 诶 还想问什么 一个男人打断了她俩 夫人的贴身保镖 法克 是不是人家的脸熟呢 不用怀疑 就是你想的那个 当年的摩根 这是嫩得一叉就能 资格不停啊 法克说她有 小倩的私人物品 不过现在不能给她 看样子 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啊 查完女孩背景资料的 夫人来了 后里通过了审查 不过作为新人 还不能马上 合作那些大人物 但可以从外围的 小权柜开始 这属于是 开导新手村了是吧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忐忑的女孩 换了条端重的黑裙 卖下楼梯 跟后来出厂的 好几套工作服比起来 我还是比较羡赖这一款 女孩心里还是有底 这个男人肯定是 老大安排的 约定的暗号叫戈登 诶 两句那么一聊 后里心里一个戈登 男人根本不是线人 而是真正的客人 完蛋了 万万没想到啊 男人的癖好是 看着女孩就行 还有如此清新脱俗的 后里好险躲过了一劫 可灵了 男人还有一个小要求 后里把这个事跟老大一说 他家伙都笑喷了 要爱揍的话 他真是找罪人了 老大承诺下一次不会了 在下一个工作前 他去了小县的房间 看看能找到什么线索 呦 被那个法克发现了 他一脸的惠莫如生 你要找什么的话 或许我可以帮你 女孩不晓得他的体系 找了个借口先走了 当晚 夫人帮他引荐了新客户 一个挺帅气的男人 杰哥 挽起他的手臂 两人上了楼 这个总该是老大派来的吧 莫插 又不是 那可怎么办呢 好像是老天爷在帮他 杰哥也有特殊暗号 他喜欢看电影 但不喜欢一个人看 好家伙 有钱人的世界他不懂 心情来回折腾两次的女孩 这会儿隐约觉得有点失望了 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 嘿嘿 有点意思 很快啊 后里就见见的混熟了 那个法克带来了小倩的遗物 看着人还不坏的样子 小雨也告诉他 就在小倩归室前两天 她一直很兴奋 说不久后就能干到一笔大买买 然后离开这个地方 大买买 她是有到谁了呢 小雨说 她最喜欢跳舞了 既然都是姐妹了 那就无常给她来一段 压抑了几天的女孩 第一次爽朗的开怀大笑 时长150秒 那个不靠谱的老大 放了女孩两次鸽子了 她早就不抱希望 诶 陪陪她已经准备豁出去了 第三个男人竟然是现任 隐隐的失望闪过眼角 老大是故意的吧 才想那么放纵一次 就派人来打乱了 这个时候啊 小雨也去了一个房子 男人没露脸 不过应该是个老客户 她把昨天交给猴力的舞蹈 又如法跳了一段 可把男人给撩的 哎呦 意外来了 男人掏出来一把家伙 原来她就是凶手 她的一件私密照片 被小倩偷到了 在女孩准备狮子大开口的时候 直接被她灭了口 小雨吓懵了 答应回帮她 回到场子 她古怪的样子 被猴力开在眼里 有问题啊 时时没有找到线索 这边的老大有点不耐烦了 只答应给她最后两天时间 再没结果的话 就撤出卧底 没成想 当晚就有了进展 一个男人点名 要小心的姐妹合作 女孩眉头一皱 有了 那是一个挺斯文的男人 在以前 她只会收男的声 从没脱过他们的衣服 女孩的心里 朦朦地念叨 我不会沉迷的 可身体却不争气地屈服了 算了 就当是为了工作吧 女孩现学现用 把昨晚小雨交叉的舞蹈 跳给了男人看 隆里个隆 夫人告诉了她好消息 鉴于客人给的五星好评 决定把她提到权贵族 第二重惊喜来临 法克也莫名地 对小鲜的死有所怀疑 凶手应该就是这儿的客户 男人决定联手 由法克去引开夫人 让女孩去查看 笔记本上的名单 刚开始还挺顺利 可老江湖夫人 怎么会大意呢 笔记本有密码所 行动高吹 眼看手下没有进展 老大准备自己行动了 他去找了夫人 好家伙 原来他们是老乡识 干夫人这一行的 最要紧的就是嘴言 一旦透露了客人信息 那就算退圈了 几番交流后 老大一无所获 好力呢 进了权贵族后 他已经彻底放飞 从小交交严格的他 第一次玩得这么嗨 老大每次派人进去 都说女孩在工作 他跟女孩的父亲 也是老同事 不想看到女孩沉沦下去 好力却说 不找到凶手 绝不离开那个地方 下一条线索 让女孩离真相更近了 法克进来就是小倩的大哥 怪不得他一直那么在意 既然目标一致 女孩想到了一招 引蛇出动 故意在大家伙面前 说了照片的事 看看谁会走漏风声 当然 在那之前 女孩又接了一单 又是一个第一次 一对古怪的小夫妻 时间并没有留给他太多 就在坐等凶手落面前 老大还是失去了耐心 面临好力退出任务 而且是立刻 女孩的第一次卧底行动 就这么无止而终了 好几天了 他终于回到了家里 虽然跟夫人的场子 只隔着一个城区 却感觉是两个世界 他也搞不懂自己是怎么了 前两天 是他迷茫了 还是本性呢 他不甘心 就差那么一点 就能引出真凶了 接口想要请两天病假吧 小倩一秒被说穿 哎 太失望了 郁闷地回到家里 有后 一个朋友在等他 这种门锁 对他来说小意思 不过他这一次要失望了 女孩不能违背老大的命令 看他落寞地出门 后里也是有点不忍心 凶手胆子不小 大百天的 法科就这么被归尸 其实啊 之前女孩的计划已经奏效了 小倩破语凶手的淫威 果然去通知了她 失去了最能干的手下 夫人却还是不想做点什么 欺负了女孩 拿她也没办法 这还不够 今天是一个姐妹的生日 大家伙都在为她信赫 夫人却还是排了她的班 看不下去的侯力 变得主动自己姐妹去 如意到了地方 一开门 哟 竟然是那个杰哥 还记得吗 不像一个人看电影的那个 女孩很奇怪 怎么批号改了 哎哟 就是在人家地方 有点放不开 既然是老朋友了 那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女孩想先去一趟卫生间 怪怪 果不其然 杰哥就是那个凶手了 伪装的挺好呀 谜底介绍 曾经的特种队员 如今的政府高官 可容不得自己和妹子的艳照被曝光 两个女孩命上一线 一声巨响 老大破目而入 他知道女孩的脾气 一直跟踪而来 令人窒息地张弃下 枪响了 不是他俩的 是夫人 和老大的想法一样 他也察觉到了女孩的异样 一路跟了过来 既然凶手得以伏法 老大就让女孩们先走 留下了两个老朋友 哟 再续前缘来数一次 还在 点击结束 再往来看吧 一部好的二级片需要三个元素 第一嘛 清凉 不难理解对吧 第二 不用太多对话 就能理解的故事 第三 性感的实力派女行 本篇三样全战了 怪不得能排上当年辅助榜的第一 不过还是老话题 那101分钟差在哪里呢 那三个人的游戏 还有影片结尾就是了 1995年美国二级拳一金总篇 六色卧底 剧情三颗星 表演三颗星 卡斯四颗星 外赛五星半 你们听错 都破了半颗 所以啊 综合评分四星有了 两点的梅赛演艺生涯里 最为Open的一部 本期待给大家 本期待会